运动员 殷广南 隋运来 三号台 裁判员 张欣欣 运动员 岳文波 李宝洁 五号台 裁判员 曹兴 运动员 崔明军 刘欣 六号台 裁判员 刘凯 运动员 刘琪 刘静夫 八号台 裁判员 刘法恒 运动员 包洪峰 樊志松 十号台 裁判员 傅依染 运动员 王晓彤 陈亦涵 十一号台 裁判员 李永 运动员 赵延昊 丝小宇 十二号台 裁判员 朱红林 运动员 王玉衡 李小安 十三号台 裁判员 玉玲 运动员 苏玲 汪洋 TV三号台 裁判员 魏思 运动员 夏里奥 曲爱佳 TV二号台 裁判员 何秀红 运动员 戴乾隆 郭佳 TV一号台 裁判员 范文涛 记录裁判员 苏孝平 赵文静 运动员 张汉轩 郭福生 现在比赛开始 张汉轩您好 郭福生您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 听我口令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郭福生 获得开球选择 早来了 本次贾结分战在第二阶段 败布最后一轮 张汉轩对阵 郭福生 比赛抢久 一百分钟限时 双方轮冲 浅色上衣 张汉轩来自北京 深色上衣 郭福生来自内蒙 这两位选手挺有意思 都跟这个艺人啊 有关系 怎么说 张汉轩 张静轩 张静轩 老有的时候一念顺嘴了就张景轩 那比赛更是第一局郭福生 有没有联想到一个国内特别知名的年长一些的男演员 演过一部家喻户晓的抗战剧 年长一点 对 我以为你是郭敬明的 你不是有时跳跃 你是一直在跳 对 就是跳跃性思维 太棒了 李成如 李成如 不是 李又斌 亮剑的李又斌 李又斌年轻的时候 像不像 大家给自己看 拿两张照片对比一下 亮剑的李又斌 我正在这个姓郭的里边心思 你给我整到李又斌去了 对吧 张静 张汉轩 张静轩 郭福生 郭 郭 郭德纲 杂纲 那也应该不是 是吧 李又斌 有点那个意思 是吧 大眼睛 郭福生呢 这个也是 从台球 中式台球直播 开始一个 可以说第一批的猛红 猛红球员吧 可以这么 大家也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小歪 因为他的这个猴啊 有一些习惯性的 倾斜 也算是个人特点 人是特别好 豪爽 开朗 打球也是 有那股 狠的那股劲啊 对 他打球还是说这个 进攻杀伤力比较强 他之前是跟石伟达 在一起练球 学球 张海轩你应该很熟悉 以前你也打斯诺克 他应该是16年 威海南海战 好像正式转到中式来了 时间也不短了 现在跟戴勇一块 学球 从小头肝变成了 皮尔利的这种中式球肝 我记得我16年年底 去这个莱利公司 去直播的时候 人家齐总特意还跟我说 说小苏 哈苏 我们这个不叫大头肝 我们这个叫中式球肝 特意跟我强调 谁跟你说的 齐总 齐总军齐总 特意跟我说 莱利的这个老总 对 叫什么 我说咱们这叫九球肝 或者叫大头肝 不对 阿苏 我这个叫什么 中式球肝 中式球肝 给定了个位 商家对销售上的一些 目的性也是比较明确 对 既然市场好 那我们就结合中式的特点 10秒 我们研发出一套 适合中式台球的 专属的产品 看看缝隙当中 这个小细位 10跟14 中间的位置 不算好 旁边有石贴 后面呢 有一个后斯诺 斜向的后斯诺 看能不能横啊 还是横台 或者中高杨的 从左边裤下来啊 就是因为这后斯诺 不太好发力啊 跳跃一下 这球就算跳进了三号 这七号球也是很难看到啊 给地下往回带一下啊 把局面简化 小丁杆 轻轻一丁 没问题了 再一点 低竿就哼 人又抵带了 选择了 选择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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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的真是 大无畏啊 他还说这个准度非常不错 这个球员 喜欢绕球台 第一局郭福生胜 一分一比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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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第二句 张汉轩开学舞 开球时机 说到这些天上TV台的选手 都有跟很多艺人撞脸 或者怎么很像的这种 永哥这么多年 您有没有发现 当然路人也可以 我看这个人跟我特别像 有没有 跟自己特别像 对 或者演员 歌手 特别像 真是没有太大印象 你要说球员和某个电影明星 相似的倒是有那么几个 谁 早了 想听这个 小怀孙就想听这个 开窗开窗 15年北京 北京有一个国外球员 我管他你这哪年 你就说正重点 像这个打篮球 有一个国外球星 特别像 一模一样 说呀 说呀 谁呀 没有记不住了名字 还换下一话题 对 记不住了 您这天这么聊是吧 你作业写了吗 老师我写 没有办法记 没交没带 我小时候 被人说像林一伦 像林一伦 还有这个樊少皇 樊少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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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立皇 我知道 樊少皇 这个 就我的个人啊 都保持这个 一般状态 我是看了一个中国好声音 有一歌手 有一歌手 你觉得他像 叫像亚红 你觉得他像 可能您觉得不像 我觉得他 但是我看 客观长 长得就是感觉 跟你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从 从你个人角度来看 当时人的角度 我看到他那个照片的时候 我的妈 这不就是你的 这个 我就觉得 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 我那个朋友圈 朋友圈 微信 微信里面 我曾经发过这一段 是吧 没有你算 绝对的 老大还是这个 可以 不是 这个真是 我老伴总是 我跟你说 但凡这个 求我们去网上 去搜一下 肯定说那人 眼睛比你小多了 对吧 唱歌的时候 你看现在好多人 在点评论 这人唱歌 怎么不把眼睁开呢 是不是 经常看着 这种评论 这人怎么打一球 怎么 逼脸就打一球呢 这意思就是 这人眼睛太小了 像是一个借力 郭富龙这球打的 还是比较开放的 对 这里面什么借力 分带等等 应该是跟平时打这个 中式酒球打的比较多 有关系 几年前 郭富龙 看着直播 特斗 去内蒙 其他的城市 他在内蒙园 人家组了个局 几个人追分 上去 连打进 再跳球 打了三盘 皮子散了 散了 没法玩 对 想不想让我们上 对不对 一人玩得了 我相信说这一段 这个 有一些 看台球直播 比较久的 比较久的水友朋友们 肯定有这个记忆 而且咱之前 厂我不说了 我说我摔过杆 郭富龙在直播里边 直接把他那美姿 给摔到这个台帮上 给摔折了 前节是吧 对 后把贵 一般都后把贵 前节摔 两千多块钱 还能补 踹后把那个 真的 我跟你说 那真是 因为你说这美姿 有些一张嘴 就一万多 现在价格 更是潮起来了 对吧 两万多 后把 但凡有赶摆后把 放在这 把上一角 那个 那是真狠了 是 而且一般还 弄不动的 那密度多高 对 黑潭乌木 张汉轩 这个三颗球来 想想办法 对 但是不够啊 对 这一干右赛的不够 对 张汉轩 张静轩 张静轩的这个代表作啊 断点 对吧 在某一个年代里边 感觉就是 大姐小相 大家都在听 那确实 你虽然说 这几年 这个 张静轩好像 是没有出过什么歌 其实 他有好多 这个好听的粤语歌 近两年 也是在流行 他比较可惜 因为一些 不当言论 现在是被封杀 这事我都 我都知道 对 新人议事 花边新闻 用我爸的话 拔挂 用我爸的话说啊 就是 我们家苏星园 正经事 狗屁不懂 不正经的事 摆身摆脱 全不都知道 还有的拼搏 还有的拼搏 还有的拼呢 而且呢 有 这个拼呢 还不是那种 搏杀的拼啊 有工有手的拼 连工带手都可以 咱们这个 热心网友啊 贫嘴张德明 闲人马大姐 这个飞鸽传书又过来了 说到刚才 这个说我像谁 这个 他来撒字 张学友 你还别说 郭不仁 还有啊 张学友 还真是 我感觉 真是什么 什么真是 你问他什么时候瞎的 有一部分人 真是这么形容过 有些相似相近 指的是唱歌啊 长得根本也没法比 张学友太帅了 巧合是吧 您是特别喜欢 他的歌是吧 还行 比较欣赏他的歌曲 经典的歌曲很多 太多了 恶狼传说 他雪狼狐的这个主题曲 爱是永恒 那时候我们班有一班 就我上中专的时候 我们班有班歌 呦 就是张学友的 班歌 什么歌 四个字 四个字 恶狼传说 爱是永恒 风狗扑实呢 四个字叫什么呢 心如刀割 心如刀割 不是 真的 班歌怎么心如刀割的 那时候中文 老师给安排的 中午 闲得没事 我这我先生问问 这歌是谁安排的 就我们班男生 老唱 投票 就老唱 选的 对 心如刀割 就那一帮 班大小子 中午就心如刀割了 是不是有人带那个什么 MP3呢 或者是小单卡路线机 带的那个地方就放去了 中午就在班里就开始嚎 心如刀割 学生会干什么 就挠门敲门的 别别割了 割了一中午了 歇会儿吧 让我们都歇一歇 严实 真是 这个是真的 啊 心如刀割 一到这个元旦的什么晚会 那几个班大小子 就我们班那几个 就开始心如刀割了 心如刀割了 天天割 保留节目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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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要拼啊 左下 横开地盘 没打进 现在是真凶啊 第二局 张翰宣胜 一分 一比一 我们那时候中午是学生KTV新入刀哥 您那时候上学中午有多的同学 茶余饭后都有什么活动 我们那也是霹雳舞 有哥几个没事呢 也跟就像说拿一轮机小的 跟我们放的 屋里放 带别人家拿磁带路的 然后过去 开始拍 就喜欢霹雳舞 就喜欢那种摸电门的时候的感觉 第三局 电门麻酥酥的 脚踩电门的感觉 那种滑步是吧 嗯 麦克的那种滑步 对 然后这个过电嘛 对吧 擦玻璃 开球时机 开球时机 先烧点 两个中带差了一点点 嗯 挤压的力量 稍稍有那么一点大 双方数据上站平了啊 对 开球时机 比分 一上来感觉两个人就到了一个白任战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试探 四刀剑红 谁也别躲也别跑就站那儿 你来给我来一拳 我给你来一掌 对吧 看谁先倒下 有点这个疑惑 这个意思 就大家伙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防守 对 对 很多球 张汉轩刚才有一杆拼的左下 嗯 刚才过过生这个 8号就虽然说这个张汉轩的8号球在右 下方带口 其实是有机会 能把这8号球挤出来或者破坏掉 对 也是选择一个 孤注一掷的拼球 这给我感觉两个人一上来就是进攻 没错啊 十一现在这个位置35可以打 啊 没有问题 能看得到 那就从下方上呢可以再叫 我觉得没必要在下面留着啊 就十一其实对这个 浇黑吧等等的作用不是很大 还是先来试散 那迪根安左赛一扫15 并没有动啊 刚才这次大家对这个边库的 准度啊 信心 对 都还是挺好的 都没有说像曾经有些球去去这个 刮一刮 对啊 带一带 稍稍给点力量啊 嗯 嗯 看了从下往上呢 对 目前稍稍的蹬一点点吧 不要太多 好嘞 对 看这个位置 可以把左边二行没挡的话这个球正常奔叫出往下一点点啊就等于出现这杆你高杆往上多推一点点 诶到这儿了顶框一可以对吧 二号如果没挡的话顶框一行 分离点也比较好判断 第三局张汉宣胜 一分 二比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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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利为忠视台球而生 第四局 张汉轩开球 也是没劲 我试一盘 张汉轩引进第二次开球时机 下次判复一局 重新开球 请胜 重新开球 看到这局面 还行 重开了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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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 郭福生开球 6号 中单进球了 刚好 冯迪 冲滴杆1.4号 这位置呢 2号的右上 来看要打吗 要打 薄了 推进中单啊 看看这位置 13 有想法高杆发力啊 下来可以较久了 推进中单啊 看看这位置 13 嗯 差的有点多啊 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左侧的旋转在里面 所以白周下来的这个角度比较大 先看二啊 有上是否还能打 没问题 5号角度有点大 白球还有点靠裤 嗯 还是要推 角度大 调整的时候出问题 看看白球位啊 看看白球位啊 还算有一点点效果啊 这个球 左边挡带口 13 嗯 这个球红三 左上角打近的话 白球也没有特别好的白球位 不忘了打 不忘了打 12纯14 打火 嗯 嗯 不好啊 这12号还是比较拧啊 对 再布局 不着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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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们 lihat altocat 嗯 那就是 这边还是漏秋啊 14甚至9啊 这边6它都有 还是要先通出一个带口 延时 可以带一点厚丝灯 往上去叫9分1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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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再加點湯 加點湯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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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左赛可以给多一点 用赛去走 第四局张汉宣设 一分 三比一 谢谢 谢谢 第五局郭夫生开酒 10号 角度 没有问题 可以再下车低杆下来 还是推 15 过头 然后左边推就14 一杆准多 角度有向右啊 可以打一直接上去调三 嗯 可以打一直接上去调三 也可以打四调五 拿五上去调三 三二一过来过渡 都可以啊 留点角度 好 就是距离稍微有点远 对 推下就可以调到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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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稍稍远点准度丢失 没带到还能拼 要不要带一点刹车 稳定推进 还是三角二 二角五 这圈轻达 越发力的话 高杆细枯效果越明显 越不容易下来 能接受 带低杆右边横下来 五号叫中带 少带低杆右边 高杆右边 高杆右边 又是 高杆右边 航空 小杆右边 都在 高杆右边 第五局 张翰选手 比分4比1 谢谢 等我报完比分 再加分 谢谢 第六局 张汉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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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低杆一点 7号向下 继续于还可以用低杆 郭伯仲这节奏 球防老大爷的节奏 对他就是轻描淡写 就给你打没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 而且他确实一个应该 这么说 颠覆相当不错 是 像你说他是一个强者的心态 他没有把对张汉轩这场比赛 就是怎么样的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打我的 你随便打 我打我的 对 我打我的 第七局 郭福胜胜 比分2比5 开球青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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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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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局 郭福胜开球 第五集 第六集 第七集 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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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集 第六集 第六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他这左下可以打7 因为现在打2条1的话 没有什么太好过渡球啊 个人感觉还是打7 他选择打5 轻轻一震 把8号球可以带开一点点 简化局面 这个位置可以叫小面 可以发力的中竿啊 横向啊 教一也可以顶一啊 都可以 虽然没完全barbecue 但也是够一梦 这球 首先这长台中低竿啊 再来 把我推一点左赛啊 走个右边裤 左边裤 角度留的还可以 但是距离有点远 两边底带都没有 这段就要打进 带点力量啊 可能绕一个满台 满台 还没打进 打二条1没叫到 虽然没完全barbecue 那也是出问题 没有明显带口 他有没有想法 把对方的球在这个15啊 破坏一下 像11帮进 翻这个 右上 被动 过破声把14打起 13的这个9都可以挡 对 就这条线 再量你够不够跳啊 打15呢 可以把8号球挤到顶库附近 现在打14 那一定要留细一点 这位置 哎呦 能杀了呀 自己把堡垒给打破了 这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该 第九局 张涵宣胜 比分7比2 比赛时间已过板 官方暂停5分钟 5分钟未到 武汉服一局 这台球 俗称黑霸 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 在乔市的推动下 移走进全球 64个国家 大家好 我喜欢 乔市中市台球 风靡全球的 中国运动 政府交边 声音小 谈力大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年一见 只为把最好的给你 夜暴求干 习尔利为忠视台球而生 我是裁判王主耀 工作时点紧公正是我的态度 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分 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 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分 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 金麦郎两百开 全国销量领先 威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 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 致力于全新研发全新球杆产品 种类众多打杆优越 威力释放你的威力 原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 碳纤维纤角 11.5毫米特制钢头 独特的球杆追度设计 比九球杆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杆更易丰益 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 博士钢工学和中式台超 超市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 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三天结束 比赛继续 第十局张汉轩开球 最后十刻呢 十号过线了 在台飞圈呢 有一个现象 不能叫怪象 叫常态 可以管它叫 洗手间的那五分钟 在这个赛场洗手间 这五分钟发生很多事情 最多就是交流 对 交流获取什么 就是信息 刚才是不是有所交流啊 聊了一会儿 怎么说 分享一下 球迷你也想听一听 我就过不生 先说自己 就台球怎么 伸一脚前一脚 我说你最后那个 怎么还把自己的堡垒给打破 咋说的 我还听到一些 这个好像方言一样的 对吧 嗯 你学学 就是 就刚才我那个咋的那种 伸一脚前一脚 你还没听到这个关键词 关键点 好好想想 没有了 总共就那几句 我这球打得怎么的 我没记住 这我没记住 我这球打得咯咯咯咯的 这这这我真没印象 我都没印象 这你得听关键词 对吧 咯咯咯咯 我这球怎么打 咯咯咯咯 伸一脚前一脚 对吧 这个我听到了 这个就是有特点的方言了 一玩儿像什么叫咯咯咯咯 形容走路 对吧 一脚低一脚高 地面不平 用来形容目前 自己的手感跟状态 张海轩还好 说了一话 我说你怎么就打到 总是打到最后一刻 叫不上 他怎么说 就这水平 他直接说 这还挺有意思 然后说这个 运气好点 他还是说 很腼腆 很腼腆 对 对 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 真实的感受 就正常的变化出来 这低杆回来叫底带 老是这个情况 对 就这个问题 困扰他多年 很多年 从他打斯文克的时候 跟张海到后面又打这个 小台的时候又带勇啊 就等等 对 对吧 之前还有一段跟夏鹏 通舟的夏鹏 咱们一块交流 也说呢 关键石刻叫不住 白说叫不上 有些数是这样的 可能说 他懂 他打不出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 他四种非懂 其实他不懂 然后第三种 就是最后一种 他就是不懂 这时候就要对症下药了吗 赵安轩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我的感觉可能 他应该属于这个 我可能懂 但是我在关键时刻 我执行不出来 对 执行力 这是我的猜测 毕竟我也不是他教练 看了他整场了 目前为止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他的这个 就前灯 往前四灯的 往前 很少 几乎都是推 使低杆用的多 你看刚才打左下 还有前面有那么四五盘 最后都是有低杆去叫这个 把话 其实正常来讲 你往前一点点 自然就到了 受限制 还是紧 出不去杆的感觉 打起来 控不住 感觉 所以就限制了 选手的发挥 用不出来 那这个 要不要尝试一干 左赛的包球啊 跟单勇时间长了 多少都有点现象 有发生的 尤其是这些翻带啊 要聊聊 忽然想 他有未来 对 他是打后面的超级分战赛 跟球员锦标赛 那这一段的话 这一战确实是有好多 像你说这什么掌管房刚刚 赵如亮等等 孟之队有些球员 他们是有任务 有些活动安排 活动 对 还有些球员 其他的就是因为 最近这段时间 比赛太多 嗯 要的球员结婚啊 对 对 其他一些比赛 确实需要休息 嗯 调整 您看之前的这个海南 咱们打了四十多天 对 上一战山东合则 打了二十天左右 对 这个比赛咱们 这预计应该是二十五天 前前后后 第十局张翰宣胜 一分八比二 谢谢 但是说到这个赛程啊 因为是今年比较特殊 我们要把去年的总决赛 拆成了四个冠军五十万的 球员锦标赛 从明年开始啊 这个比赛正常化之后 可能在这个赛事上 会有一些更优化 还有一些个别球员 我大概猜一下 因为我看到了 他出现在了 斯诺克赛场里边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时间上刚好不好赶 李庸东呢 和这个帕若克 代表了广东那边的 一个球队应该是 有一个团体赛 对 中国这个 斯诺克的一个团体赛 也是台鞋身半的这边 举办的这个比赛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 尤其我们还开始聊到一些老炮嘛 对吧 北京队里面的 蔡金忠啊 庞伟国呀 对吧 富京 真的是挺开心 能在这个比赛里看到这些老江的身影 而且还有一些稍微好眼的表现 并且打到了这个四强 挺好的 而且在那个比赛看到了这个 大家熟悉的丁俊辉 说到这这个赵如亮跟杨帆啊 他们也会跟丁俊辉有一个互动 在明天的晚间六点 所以他们打假机分成赛也没来 他们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大家具体信息可以关注 乔氏的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短视频的公众号 或者孟芝队杨帆赵如亮的 这个个人社交媒体 他们都会有一些预告和宣传 多忙啊 这球员 大家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真是台球 在这两年 在其他行业都不好的情况下 反而一军突起 好 六号推过来 四号叫稍微一点点角度 不要太直啊 这样低杆打四 叫二手呢 白球会靠库 这就是一个基本概念 那别犯这个老问题 最后一两颗出脚不上的位置 还真是 想到这有点像南非选手 那杰森赛龙 赛龙 那回宁大比赛 我在这解说的好 真是 刀山黄海丘 全是 而且准到 后三颗 准出事 这海城 最起码说叫到了 可能是说 不是一个最佳的角度 但是叫到了 绕库吧 对吧 就奔着这个十二号现在的画面上方下来 可以把右上方抵戴就好了 就打了一个正常的九号十四的线路 那么一样 反正你这个一定要准度 对 本场比赛结束 中文宣胜 一分九比二 恭喜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晚间八点三十分 将进行抽签仪式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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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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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